台股直播室 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每天早上 我們一起來觀察 台北股市的開盤 在今天開盤之前 我覺得在這裡 你把時間放在 大陸 這一次劉鶴 這裡又啟程了 接下來中美 那個叫浪費時間 不是這樣子看的 我相信包括所有的會員 你今天不但會大轉 今天 今天你會狂勝好不好 所以就照著做 今天最主要跟各位講一句話 就諸葛亮 就是三國裡面的諸葛亮 他講到叫善敗者終勝 你說善敗者終勝 對 善敗者不是常敗者 不同善敗者他一定會答應 在我們稍待 我會針對全球金融市場 幫各位做完整的說明 然後你就做個筆記 我相信在未來 不管是今天 下午到晚上 包括明天 你就輕輕鬆鬆面對他就好了 整體上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善敗者終勝在於 如果過去以來要去檢視 你自己的操作 如果你的操作 你發現到你的成功率 沒有辦法達到70 80%以上 我現在講的是真的 因為理論上最標準丟銅板 你就算丟銅板好不好 金融市場指數就是零和 就是正負 正負 理論上你的輸的機率 只有33.3% 你只有33.3% 你會不會贏 其餘的你不會輸的 你高達66.66% 你不應該會輸的 66.6% 那請問要求自己再怎麼笨 也要70%的成功率吧 會很難嗎 應該不至於吧 對不對 作對的機率33.3% 沒有輸贏33.3% 輸33.3% 那請問你 你輸的機率只有33.3% 那你怎麼會錯呢 就因為你使用了不當的交易策略 我舉個例子 什麼叫散敗者終勝 舉例 我們在過去這兩天 這是先看第一圖就好了 在過去這兩天 我們是貼在研究包跟所有LINE 包括所有LINE的好友分享 舉例 這裡叫1 這裡叫7對不對 商品價格跌落平均線 那你在這裡空嗎 那我只問你這裡空會不會贏 這個1 如果我是個散敗者 當我發現這個1去做空會輸 這個7 7 砰 我在這裡做空 我不會贏 那你就不應該在1跟7這個位置做空 那各位告訴我 你這是5MA跟10MA 用30分K線 好 看看底下 一樣的道理 你在這個點 當KD指標轉負 你去空它 或在這個點去空它 你會不會贏 你不會贏的 所以散敗者你說 那你用30分的 那你不看5分的 好好看5分的 一樣的道理 好 這是5分鐘的 不都一樣 你在這裡 這一定是大跌下來 你這裡當然要做多 那我請問你在2這裡做空 你會贏嗎 一樣的道理 所以散敗者終勝的道理在於 針對過去的不當交易 那請問你 你如何去不要一錯再錯 我舉個例子 特別是所有的賴好友 我沒有故意遞言 我說一次 會員你一定在第一時間會收到 可是來 賴的好友 我舉個案例 來 請看 我不是要跟你講什麼怎麼做 拉近了 這是昨天的夜盤交易的走勢 對不對 看底下 看時間 這裡是不是8點02 今天早上8點02 這是今天早上8點02 來看底下 這裡是不是今天早上的8點50 都不對 我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不對 這個8點02 我跟各位講 我是在7點55 56 我發給你的 這個這個 今晚到窮 反壓26063 支撐25970 這是今天會在度假 我先跟你做報告的 可是我不是在8點02分 這是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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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可是你收到已經到8點02 來看底下 這個是不是寫8點50 你收到的時間 不是 我是在8點46 8點47分 46 47分 3分鐘前就跟你簡報了 可是你收到的時候已經到10830了 我跟各位說是真的 Line 我就傳 可是我等了3分到4分鐘 我才看到Line 8的朋友你才收到了 那怎麼辦 那你如何去克服 關鍵在這裡 那我們當然幫我們所有的朋友都想好了 就是說我們透過這種簡訊的通知 縱使我在第一秒 我們簡訊就出去了 你收到的3分至4分 那請教你要怎樣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提供一個PSO指標 給所有的朋友 那為什麼我們要針對我們的客群 開發智能演算系統 道理在這裡 就是他一秒鐘都不會差 沒有一秒的差異 你知道嗎 他可以在第一時間 最迅速去做出該做的動作 好 所以回過頭 你看862了 嚇死人 簡訊出去的時候 還跌到809 還到出去之後我有看 還往下到809 那這樣挖50點了 560點了 你說怎麼辦 你就亂做 我就告訴你 你的不是計算 金融市場 你要比人家來得強 獲利要比任何人來得高 那你的系統不是只是講求快 它要有演算 演算不是計算 好 不要講那些了 我們來看這裡 各位要注意看 這都是過去的往事了 可是呢 散敗者叫終勝 這是昨天 昨天 這是昨天 昨天晚上 Mix Mix 恐慌指數的爆價 我們講過 Mix 漲 全球金融市場會跌 Mix 跌 全球金融市場會漲 昨天爆價在18.5 對不對 好 這裡是12 這裡是14 這裡是18.5 沒有錯吧 那請問12到14 這裡有沒有一個跳空缺口 有啊 這絕對有嘛 那我請問你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應該做 當時應該做避險 這在發生在4月17號 我說一次 這天是4月10千 這是5月8 這裡是5月8號 這裡是4月17 那這麼長一段時間 那你就知道是誰 這肯定是大陸 我當時我的想法是說 我問很多法人圈 我們還在討論 我說這個是對沖基金嗎 大家當時一開始的認定 是對沖基金耶 後來才發現根本不是對沖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看 金融市場 真的滿有意思的 來 我們看4月17號 4月17號 VIX率先領先全球任何商品 率先提出警訊 4月17 當時爆價從12.5 直接跳空暴漲到14.6 你說會不會是劉鶴去幫忙 我覺得有可能 我猜的 我開玩笑的 好啦 好啦 然後從過去這三個禮拜以來 從14.6 就飆到18.5 他不會再飆了 你隨便想也知道 為什麼 一段一段來看 我們把時間回到4月17號 來 各位請看 這4月17號 我們在這個節目上 包括在其他的節目 晚上的8點半跟早上的9點 各位所有的Light App的好友 包括會員 你再去看4月17號的研究報告 是不是這天 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也不理我 你不是消耗民 現在有人在看那個東西 所以嗎 所以呢 同樣的事一再發生 大家都不去注意它 所以真正的關鍵在於 真的要很小心 金融市場畢竟是資金的操作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你要去尊重 尊重反轉指標的一些表現 整體上我們的看法 我直接快一點 來 我們直接看現在 那這是18號 17號 18號我們持續做追蹤 那你要注意看 因為右側大於左側 這個右側在14.65 這個左側 以交易量來看 右側大於左側 這很重要 所以代表它已經在這裡 代表它是要漲還是點 它是漲 如果左側大於右側 代表這個14.65 沒有能力往上挑戰這個15 它會往下跌 OK嗎 畢竟都是過去的往事 往事不是不重要 而是列為自己未來 不要一錯再錯 散敗者你就肯定大贏終勝 所以是從VIX 那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 最新的就在這裡 來 來 各位請看 現在在18 昨天5月8號 來到18.5對不對 那我們的看法 這裡它會走橫向 為什麼它要走橫向 看這個點 先看上證 來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針對上證指數 各位請看 上證最高點在什麼時候 在4月19 次高點在4月17 那請問你 4月17號是什麼事 是VIX挑攻暴漲 那這裡他不是在佈空嗎 不然誰在佈空 川普嗎 川普沒這麼厲害 我告訴你 他沒這麼厲害 這裡能夠佈空的 才是天下第一名 對不對 好 所以你事後就看到了 那你如何破解呢 你可以從VIX裡面 就看到 他自己在做交易 所以你就看到 難怪 上證兩個高點 分別在4月17 跟4月19 在3265點 跟3269點 好 我們一路往下看 那到目前為止 上證主要 你說現在在2903以下 我的看法它會重返 2903到2957 那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回過頭來看 美股的部分 這個很重要 來 各位請看 這很重要 各位請看 這昨天晚上9點48分 台灣時間 這個點叫A 這個點叫A 你放近什麼 這個點叫A 你要記下來 叫做25970點 你說蕭文 過了9點48分 我就跑去睡覺 你就睡啊 就不要理他 你就記住25970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A 對不對 然後該怎麼辦呢 好 我們就把昨天已經收盤的 已經收盤的 你就把它抓出來看 來 各位請看 先看 我們現在昨天晚上 9點48分的25970 是否把它標示出來 這個25970 會是今天晚上 非常強悍 你用蕭文 明明收在967 他就是在收970 25000點 你計較那個3點嗎 你也拜託比較有Sense 所以整體上 你一看就知道 他今天晚上怎麼走 他一定是走橫向 今天可以 你一看不就清楚了嗎 你說為什麼今晚的看法 是走橫向 因為這裡叫A 這裡叫B 所以 9點48分 叫25970 然後接下來是往上去跳 往上 做攻堅 對不對 那麼攻到11點整 這個點 叫2萬 6000 63點 那你請看 這裡是多少 這樣 這樣是26063 怎麼有可能會錯 不會錯的啦 因為他已經做了30年 都這麼做了 他不會改變的 所以呢 該怎麼辦 兩分鐘後 向您做情報 2 2 3 穩住抓住桌腳 用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陣網 繪畫 PSY 衷心祝福全天下媽媽 天天用力花 零八零零五五五 八零八 空八空空 五五五 八空八 現在就加入不得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零八零零五五五 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 八零八 您的新台幣已經超額 會被海關沒入喔 依洗簽防治法規定 每位旅客出入國境 攜帶超過新台幣十萬元 需向海關申報 如未申報 超額部分將由海關沒入 若申報不實 也會將超過申報部分 沒入 如實申報 則會退運超額部分 除了新台幣 您還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喔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帶新台幣限額十萬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額攜帶請如實聲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樣好 我們先看很重要 這是昨天的美股的走勢 那你問我怎麼看 我的看法今晚美股會漲 漲的機率大於下跌 可是呢 它也漲不動 它會漲到這個區間 那為什麼會漲 因為呢 剛好來到970 剛好抵在這個位置點 所以呢 漲的機率遠大於不會漲 OK 所以你就放輕鬆 這是第一雷 你說那我怎麼辦呢 可是問題是現在到 等今天收盤 今天現在才剛開盤而已 好 我們就再進一步做觀察 好 來 我們來看 來進一步 來看全圖 這個叫道琼電子盤 它是即時交易 跟台北股市現在10873對不對 電子盤也是一直在交易 包括現在9點16分 它還在交易 那你一看就知道 就是這樣子做 第一個 它如果有機會大跌 記住大跌要做多 就好像是跟PSY一模一樣 來 各位請看 大跌要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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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每一筆都贏 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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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漲要空 你就每一次都贏 這是5月6號的事 5月7號 大跌要做多 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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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對不對 5月8號 不是暴漲要半康 暴漲要做多 你是每一筆都贏 你想要 因為大家做不到全勝 因為很多分析師的操作成功率 一直以來都很低 都很差 所以當他看到 我們的PSY成功率可以高達90% 大家都說那是假的 你才假的 我怎麼假 各位會員 你也有點良心幫我講個話 可不可以 我是要怎麼假 你就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你就點選它 請問現在加權指數 是不是跌44點 報價10877 這是真實的 我怎麼跟你 那你就一根手指頭 你就把它刺下去 你就把它放掉 是不是5分鐘 不然要點幾分 我講幾次了 你就只能看一個5分的操作 你看每個都能看 那你就要回答我 這裡是不是叫副50 這裡是不是叫副50 好 這個是昨天 如果副50在這裡做多會贏 那這裡副50 這裡難道去半康嗎 那你做多會不會贏 你沒有贏嗎 我把它縮小 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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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哪裡不對 這裡不是副50嗎 這裡不是副50嗎 那副50該怎麼做 副50叫做高點啊 副50叫低點啊 包括露骨也是一樣啊 可是露骨再講一遍 露骨你要看20分的 你不要看5分鐘的 好不好 因為露骨的波動 比起台股來的大 也就是他更敢玩 所以你看露骨 你時間把它拉長 日金 那你就用10分的 正50半康 副50做多 這日金指數 你就OK啦 最後一段話 我們趕快看這張圖表 這道琼電子盤 那麼你只要看到電子盤 包括今天 包括今天 你要看到它暴漲 記住你要站在空房 你千萬不要去追多 你會輸 再說一遍 因為一般的什麼 坊間的一些 利用Mati Chat 寫的這些自動教育 它是1加1等於2 一定是指數大漲 往上上傳 然後它的系統 就會出現買進訊號 可是往往這個買進 都會買在最高點 你就自己看你的交割紀錄就好了 你是不是這麼做 你就把你的交割紀錄拿出來看 那為什麼每一次都已經漲了六七十點了 你才做多 跌了五六十點了 你才經常做空 那PSY呢 當你要做空 多單獲利平償 當你要做多 當你要做多 我們是空單獲利 空單獲利平償 你只照著做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了 這裡叫A 這裡叫B 沒有錯吧 那你就把A跟B的位置 是不是把它抓出來 A在哪裡 在26250 B在哪裡 B在25850 剛剛報價在哪裡 在2597 所以當它往下跌呢 你就趕快做多了 你也不要說 那如果暴漲呢 那你就空它 因為它會落在這個大區間裡面 那因為這個B是大於A的 所以在接下來 它會往上突破250 除非怎麼樣 再來一個C C呢 C C如果是在高點 你要看喔 C在高點 大於B 它會爆漲 C在低點 大於B 它會爆漲 就這樣子 那你就把這兩個數字抄起來 我相信對你會有幫助好不好 所以它會走這個區間 不管是今天 或者是明天 包括接下來會走這個區間模式喔 那您問我說 他如果走區間 我該怎麼辦 你就怎麼辦 來 都請看 這是到昨天5月8號 對不對 你一定告訴我 蕭文 他就一天大漲 然後一天大跌 一天大漲 一天大跌 對 為什麼呢 你的交易策略就一定輸 因為你的交易策略 大漲會做多 大跌會做空 那你就怎麼做怎麼輸 你說蕭文 那是剛好這一個禮拜 怎麼會是剛好這一個禮拜 這個叫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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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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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50要站在空方 傅50站在買方 你眼睛看到的 是從四月底以來 到昨天 對不對 對 如果那只有剛好這一段期間 你四月三十往前看 那不都一樣 不是 不是 那我一次 你只往前看 不都一樣 這個叫鄭50 這個叫傅50 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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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傅50 傅50 傅50 這樣做不贏 你說剛好四月中以來到欠債 那你再往前看 我就想不到 哪裡不同 這叫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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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傅50 這叫傅50 那你這裡該怎麼做 這裡為什麼不買 你為什麼要空 那這裡呢 這裡當然空啊 你怕什麼 那這裡呢 你就空啊 怕什麼 因為保證會到零啊 鄭50空一定會到零啊 傅50多一定會到零啊 那你還做不贏 我也不知道 這樣要怎麼說下去 就照著這個結構 我的想法在於 讓自己擁有 不受外力干擾的能力 接下來的下一步 你要知道 所有的商品價格 它一定是波動式行徑 不管是向上波動 修正波動 或整理 橫向整理型的波動 它就是波動 那既然是波動 你該怎麼辦 你要在波動的高點 站在空方 波動的低點 站在買方 當它波動回到合理價格 就是標準軌道 我們叫做零走 你就可以走啦 你在正50空的 你在這裡走 副50多的在這裡走 你不覺得很輕鬆嗎 所以怎麼做 你就照著做 你就把你的系統點選出來 對不對 那你就縮小 請問你 一個月 贏20天 一個月贏20天 一個月贏20天 絕對有 一天算你20天就好了 我不要說算30天 一天20天 一個月20比交易 你也應該要贏400吧 那20比能做幾次 兩次好不好 兩次好不好 有是這樣而已 成功率90% 我的想法就在於 你就照著做 那麼利用PSY 記住 高點要站在空方 低點站在買方 那今天怎麼看 今天你就放輕鬆 因為第一個 指數在今天跟明天都不會 這兩天都不會 我的看法呢 這個波動會走橫向波動 接下來會走橫向波動 那一旦是橫向波動 你該怎麼辦 你再看一次 正50空-50多12345678 走橫向波動該怎麼辦 正50空-50多1234567 照著這個結構 那麼歡迎所有朋友 可以跟我們服務人員做個聯繫 那麼我會提供你即時行動系統 並且 您如果是今天 稍待把手續辦好的 我另外 會把我們的演算系統的操作 它怎麼做操作的 那利用文字簡訊 在第一時間向您做簡報 要通知你 你可以照著做 那節目最後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感謝您 謝謝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出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更豐彩精彩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台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式鎖定運通財經台台 台股直播室 Hopkins 會發 好好 Good Shawn aaaa että P.S.Y. 忠孫祝福 全天下媽媽 天天用禮花 動画 080255808 H555808 H5555808 說不知 安全uego包場的 NOW 不知於台灣還是全世界 用心用愛 勿後再有更好的事業 2019風起雲湧 創造未來邁向成功 全盛大師一級棒 股票期末一把照 現在就跟你 故意投入 給你贏定的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55808 080055808